只要是你们民进党 认为对的才是对的吗 我们要一直讨论到你们满意 才叫做可以通过吗 你们就是没有意义的讨论 乱讨论 还敢说这个是没有民主 我就是比你大 怎么样 你就是比我们大 你就是没有知识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 如果现在有在全程看 国会频道直播 就可以知道 民进党委员 向来就是扰乱议事 然后无厘头的讨论 还说这是什么民主 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民主 大家今天从早上 一直讨论到下午 讨论35条 他还说没有讨论 现在我们在进行的是 36条的讨论 36条是什么呢 它是因为配合着 公务人员退休 之前抚恤法的名称改变 所以我们才要修 原来的警察人员条例里面 它原来是只有 公务人员抚恤法 只是把法案的名称 配合着后来的修法 做了文字的调整 这样的一个条文 大家讨论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来检讨啊 公务人员的 退休之前抚恤法 你要怎么去修改那个文字 但是讲来讲去都还是讲到 占35条 这就是为什么 国民党不愿意跟立法 跟民进党委员来进行讨论 因为进行了冗长 而没有意义的讨论 因为你们就是乱讨论 你们有按照法条的里面的内容 在讨论吗 没有国会改革的所有的条文 每一条都是如此 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没有讨论 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 我觉得你们基本上是 你们就是没有意义的讨论 乱讨论 还敢说 这个是没有民主 我就是比你大 怎么样 你就是比我们大 你就是没有知识 那个有人在发言的时候 不要按麦克风 等一下我坏了 你们有遵重议事规则吗 等一下我要坏了 等一下麻烦你们等 翁委员讲完嘛 那我们不是之前讲过 不要按麦克风干扰 好不好 好好好讲 好好讲 这个妙论 听一下 我要讲的就是 整个国会改革法案 乃至于今天的法案 然后到这个隔壁的国会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法案 都是一样的意思 只要是你们民进党 认为对的才是对的吗 我们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讨论 大家都有发言 那么你们 我们要一直讨论到 你们满意才叫做 可以通过吗 我觉得实在是太荒谬了 年金改革 本来就是一个压迫公教人员的改革方案 在过去这些年来 有多少的公教人员反弹这个法案 你们还好意思说 这个改革法案是对的 我告诉你 今天不过只是说是帮 警消人员先恢复他们的一些权利 拉高他们的所得替代率 让他们可以有好的生活 这什么不对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36条 35条已经讨论过了 我希望待会就终止讨论 因为这样的讨论 继续下去是没有意义的讨论